李晶专业户汤盈盈 心里一直爱着功夫硬汉钱佳乐 即便知道她的正牌女友 是大名鼎鼎的港节总冠军李珊珊 但汤盈盈愿意耗费青春静静的等 其实她的自身条件并不差 1995年 以加拿大蒙特利尔小姐冠军的身份 回港参加国际华裔选美 最终以五强的身份签约TVB 名次虽然没有李珊珊这般耀眼 但她出道后所塑造的角色可是为人熟知 风神榜里的深谙阴险毒辣招数的琵琶金 其讨厌程度不亚于李珊珊塑造的小堂菜 更有意思的是 汤盈盈入行十年专演狐狸精和恶女 一度被封为TVB的反派专业虎 表面狐媚内心却痴情 当年李珊珊出道之后 火辣的身材常常得到各种追求者献殷勤 这中间就有钱佳乐 当时钱佳乐33岁 李珊珊21岁 一场恋爱谈了9年的时间 钱佳乐多次当众求婚李珊珊均未过 2006年两人的感情告吹 有媒体报道李珊珊喜欢泡夜店 年轻还没完够 加之自身绯闻不断让钱佳乐忍受不了 保持单身多年的汤盈盈终于等到这个机会 她的出现治愈了钱佳乐失恋带来的悲伤 李珊珊转身投入了赛车大亨马汉华的怀抱 可狗血的一幕也随之而来 钱佳乐李珊珊私底下愚情未了 这个直男甚至对女友汤盈盈说 自己对李珊珊念念不忘 接下来与李珊珊一同出戏火度 钱佳乐得知李珊珊生病在家 她半夜买周前去照顾被狗仔抓牌 两人一番迷之操作过后还是没能成功复合 要说汤盈盈还真是痴情 她告诉钱佳乐只要恳娶自己 愿意为她退圈洗手做羹汤 最终两人奉子成婚结为夫妻 其实钱佳乐才是真正的女神收割机 钱女友是李立珍和关秀妹 现女友都是选美小姐出身 婚后没多久被狗仔爆料 钱佳乐经常顺路接送 同为华裔冠军的陈丽香上下班 气得汤盈盈差一点动了胎气 不过这些都是狗仔小题大做博眼球罢 婚后钱佳乐的事业顺风顺水 反观李珊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她患上惊恐症后身材严重变形 急需用钱还一度将港姐后官拿出来拍卖 好在患病的她 身边还有好友郑秀文 古天乐的陪伴 如今的她单身一人热衷慈善 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对三人的恋爱八卦做何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可乐留言 谢谢 sale 谢谢 谢谢 谢谢